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振行的部分 振行的部分是无远无悔的245页的第一段 245页的第一段 在这一段的前面老师是说 平常觉得事业工作两得意 学有所成的一个教授 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 整个人就好像被关到监狱里面一样 好那我念一下这段原文 也简单的帮大家做一下解释 老师说 他自己观察了一下 为什么会得到糖尿病 一个是过重的脑力活动 再一个是平常严重缺乏运动 他们家族完全没有糖尿病史 他不抽烟不喝酒 几乎很少吃肉 却得到糖尿病 所以他心里很不服气 其实这种不服气的例子很多 我以前其实有一次我看到一个 非常难过的男孩子 他也是在我面前哭地跟我讲 他觉得他母亲一辈子都是 当好人很善良 帮助别人 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 让自己也很多辛苦很多委屈 都愿意忍受下来去帮助别人 他觉得他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但他说 可是我的母亲却是因为癌症过世 因为癌症往生的 所以可能也像这边讲 所以他心里很不服气 所以他心里很不服气 那这个事情怎么去理解呢 它的关键在哪里呢 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 它的关键在于说 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你先种下了苦瓜的种子 然后再种下了橘子的种子 后面再种了苹果的种子 结果苹果的种子种下去没多久呢 苦瓜成熟了 苦瓜成熟了 那有经验的人就很清楚知道说 不是因为你种了苹果的种子 感得苦瓜这个结果嘛 对不对 因为会有苦瓜这个结果 是因为你前面有种苦瓜的种子嘛 但是搞不清楚的人 搞不清楚的人他就会觉得 这个时间牌前面的就是因 时间牌后面的就是果 这样子就糟糕 这样子生命就会发生很多 让自己不服气的事情 因为不是时间牌前面的就是因 然后时间牌后面的就是果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业果是建立在三世的基础上嘛 你这一生感得的果 有很多的因是过去生种的 你这生种的很多因呢 很多果报它是在未来世才会出现的 要先确定三世 有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是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把业果建立起来 把业果建立起来 所以业感果之间呢 是有时间差的 是有时间差的 你不能说时间牌前面都是它的因 时间牌后面都是它的果 这样就会产生很多错乱 跟不服气的状态 所以他这边也是一样 他觉得奇怪 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死啊 我也不抽烟不喝酒啊 我也很少吃肉啊 我怎么会得到糖尿病呢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种的是苹果种子啊 怎么跑苦瓜出来了 会跑苦瓜出来 一定更前面有种苦瓜的种子 好 那这个就顺便讲一下 我们平常对业果建 就是要有这样清晰的认识才行 后面呢 然后说 在医院里怎么折腾 天天打吊瓶 关在医院里不让上班 家人把他像个监狱犯人一样看着 吃东西什么全被看着 所以精神快崩溃了 住院后其实没什么效果 各方面指数还是不下来 这时候就有人跟他说 可不可以试试拜佛 因为什么办法 什么书都研究了 已经住院这么久 还是没有结果 他就接受说 那好吧 我就拜佛 就真正住院的时候是很折磨嘛 就这边讲的 这个要天天打吊瓶啊 不让他上班 我最近才看到 他们外面一个世间的研究报告说 哦 原来工作对一个人很重要 一个人的社会联系啊 他的成就感啊 他的很多精神寄托都放在他工作上 所以有很多人万一这个 突然停止工作 没工作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 精神上面一个很大的 这个倚靠的力量会跑掉 他现在就面临到这种状态 就不但这个 不能上班不能工作呢 然后身体也有出状况 好 这个 把他像犯人一样看着 吃什么也要看着这样 所以精神快崩溃了 那住院也没什么效果 指数还是下不来 这时候就有人跟他讲啊 说你试试拜佛吧 那他怎么试的呢 他是 已经各种方法都试了 他就只好接受说 那好吧 我就拜佛 这样 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啊 就是呢 虽然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教授 但是我认为他最后的那个 决定的方式真的是 不算很聪明 你们想要像他这样子吗 就各种方法都试过 那最后那好吧 我学佛 你们要用这种方法来接受佛法吗 就是你第一个得确定 你的命活得够长啊 你不要什么方法都还没试验完 你就没有这个想满人生了 那你想要试佛法也没机会试了 所以其实这种方式是很有风险的 他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讲的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借助那个 有正确经验的人 你借助那个有正确经验 这是连世间人都知道的 你要借助这个有正确经验的人 去指点你的话 那一下子事情就解决了 一下子事情就解决了 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说 你怎么知道他有正确的经验 你怎么知道他对这个事情有正确的经验 那你怎么知道呢 我没经验我又怎么知道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正确的经验 这就是佛陀祖师很厉害的地方 佛陀祖师就会跟我们讲说 你要确定他是不是有正确的经验呢 那你就要观察他是不是能够通过两个 最起码的下线的考验 下线的考验 就是他对这个事情 他的看法 他的主张呢 在逻辑上不要被你找到前后相伪的 在事实上也不要被你找到前后相伪的 如果说他跟你说他有正确的经验 结果他讲话根本前后矛盾 基本逻辑都错了 那这个人不可能有正确的经验 第二个呢 他跟你说他有正确的经验 结果他讲出来一些事实 他跟你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 那也不用理他了 因为他对事实的描述已经跟你观察到的事实是相伪的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这个人呢 他有正确的经验 而且你从各种各式各样角度检查 他的说法跟他的主张呢 你发现 在逻辑上在事实上 你都找不到前后相伪的地方 这时候你就可以 慢慢去学习他的经验 因为很有可能他是对的 很有可能他是对的 那讲到佛法的话就更不一样 佛陀他不是对片面的一个部分 有正确的经验 佛陀是对一切法 对一切的境界 他都有正确的经验 他都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实际上后来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佛法 理性的抉择上为什么会选择佛法 就是因为发现说 佛陀在所有的人类经验当中 他就是唯一一个通过那个考验的人 佛陀的说法跟主张 你没办法在逻辑上 你也没有办法在事实上找到前后相伪的部分 他是唯一通过考验的人 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只好选择相信佛陀 这是我们抉择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 就是师父常常讲的龙书菩萨说的 信为能入 自为能度 我前面发现他在逻辑上 在事实上找不到前后相伪的地方 他是唯一通过这个考验的人 所以我选择相信佛陀 后面呢 我透过自己的学习跟正确的过程 慢慢发现我当初信的果然是对的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接受佛法的过程 所以他从头到 他的那个接受佛法的态度跟理由 都是很理性的 而且这种接受佛法的 理性的态度跟理由呢 只有佛陀才讲得出来 只有佛陀才讲得出来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佛法的理由 佛陀才讲得出来 请不吝点赞Blue 我们 beginningbung scoop 请不吝点赞好